中国已经开始乱世了 乱世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 现在跳楼的事件有多多呀 现在全国各地这种自杀跳楼事件是大量的发生的 还有会一些仇视啊 还有各种相关的事件也都在出现和发生 乱世 而且呢人是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的 中国人本来就是在原来那个生活 结果呢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面 更重要的是 中共给了中国人更多的希望跟预期 让大家都觉得我们能待到更好的层面 结果呢实际结果呢就给了所有人一个大嘴巴 发现我们在很low的层面 而且只能往下走 那对于一个40年来都没有明确信仰 更没有道德支撑的一个民族 再往下走的区域预见的问题就会特别多了 特别多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 然后紧接着有朋友说美国会不会因为高额负债而崩溃 我建议大家其实看一下30年40年来 所有美国相关的资料 美国的资料就是美国年年都会崩溃 如果你在美国待着 你就发现这十几二十年三十年美国天天都要崩溃 美国永远的各种学者专家都说美国随时会崩溃 那绝大部分这种崩溃的信息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我讲过就是短板 老外的习惯不管是美国欧洲 他们习惯看他们这个水桶里最短的板 然后把最短的板放大镜一样的看 问题突出要求解决问题 所以呢 有人说中国和美国的问题 我说中国什么时候出问题 美国都不会有问题 英国都不会有问题 因为中国的问题比他们大多了 我讲一个最典型的事吧 真实的事情啊 大家就知道了 在吃饭的时候 这边的做的是当地的 特别有名的华人的社团的一个大佬 这边做的是很香港很著名的一个机构的 一个老大 这是星期六 一块吃饭的一个事情 真实的事情 然后这个老大就问了个问题 香港这个老大 他说呢 我现在呢 可以换护照 西方国家的 我也可以保留我香港的身份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 一直没有搞清楚 就是我换护照 比如说我换一个英国的护照 和我拿着我香港的这个护照 这个最大的差异是在哪 然后坐在这边这个老哥 姓何的老哥 他就说了 他说我告诉你差异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英国人 你能看得见未来的三十年 什么意思 也就是英国未来的三十年 他的法律 他的法规 他的社会发展基础情况 就跟三十年前一样 你基本上看得到底 他不会有太别明确的一个明显的变化 更不会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异常性的改变 你能看得底 然后他回头说 香港你看得见吗 你知道明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吗 后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吗 他说你看看这十年来 中国大陆变化情况是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中国明年会是什么样 后年是什么样 他说你敢保证 现在没有了美元外汇储备支撑的香港 明年会是什么样 后年会是什么样 你看得见吗 你看不见 因为你看不到 也就是如果你在英国 你是看得见后面三十年的 你在香港明年你都看不见 你都不知道明年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马上 这边这个香港的这个大佬马上说 对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说我一下就点明白了 其实他讲的就是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差异 就是由于在西方的法律法规和规则 基本上都是确认的 你在这些国家待着 你可以看到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后 他的社会变化什么样 微调 微调 不会因为任何执政党的任何拍脑的行为 产生无限巨大的变化 甚至一百八十度的折弯 但中国不是 中国是一个权大于法力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高于一切 他拍脑袋要搞国有 全部都国有 像现在 这个国有企业已经对淘宝 对阿里巴巴进行了完全的控股 支付宝进行了控股是一个概念 真实的控股 支付宝现在已经被我党控股了 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这是一样的景象 那他所谓支持民营企业 他三个月以后说不支持就把你们全收了 再三个月以后又说支持 没有人知道他明年还再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 他是个你看不到底的国家 要干什么 全看老大的意识形态和意识思维 对意识形态跟意识思维 所以这种情况这个国家要怎么去变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愿意待在这个国家最大的风险就是你不知道会怎么样 此外我看有朋友写了说 感觉到中国已经很大了 中国不会倒 不会出问题 我跟大家说想的不一样 上次跟大家讲了 中国人已经有40年没有任何道德和信仰了 然后所有的官员 我跟大家以前讲过一个视频 大家应该还记得 海南有一个三面观音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在海南有一个巨大的观音雕像 叫三面观音 海南的观音雕像 那如果有幸你去三面观音 你就会发现观音是有上百上千个化身的 三面观音的雕像里面是中空的 中空的里面除了有一个巨大的 还有一个观音后面有一个 善财童子 一个什么童子以外 然后剩下的是无数的小观音 每一个观音那都有购买观音的这个人 这个观音保证 比如什么六十观音啊 求子观音啊 这些观音保障的 那么这个上面顶楼上上到顶层 还有一个小的供着财神的地儿 那个财神里面也都是像的 也都是人 如果你们有机会 你在里面 因为他只要你进到里面 要买这个观音 租这个观音像 你是随时可以看的 你可以经意的发现 因为很多都是连家里面的 这个老公老婆孩子的名字 你要熟悉中国的政治体制 你会经意的在里面看到 无数领导人的供的东西 无数的 所以呢 你会发现最起码应该有一半的东西 都是领导人在里面供的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真正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什么 相信佛 相信观音 相信神会保佑他们 拥有现在所有的财富 跟统治的地位 他不相信什么 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 不相信社会主义 不相信共产主义 今天如果听我话的人 有中国共产党系统内部的人 了解你们领导的思想 你一定知道 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对于一个这样的 自身的党的核心领导 都从不相信党 都只相信神佛的党派 你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 能够真的去信仰中国共产党吗 这个国家的人民 改革开放40年 只信仰利益 谁能带给他们真正的利益 就是他们信的 谁破坏了他们信有的利益 那就是他们不能够信的 所以中国现在我们这十几亿人 之所以信共产党 是因为共产党让他们曾经富足过 但只要未来一年两年 经济直转直下 大量的人开始失业 欠债的人到处都是 就跟我说跟王宝强的 未婚妻一样 都欠债 失信被执行 都到了这种程度 你们看看这些人 中国所谓的小粉红 共产党坚定分子 还有几个人会信党的 还信中国共产党的 怎么可能有人相信啊 今天咱们就讲这么多 瞎聊天吧 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又耽误大家时间了 谢谢大家